在网红脸逐渐逝世 高级脸逐渐备受青睐的现在 就不得不提起这些高级脸的女性了 圆权的长相气质确实很少见 不仅因为她异常深的眼窝和高婷的鼻子 还在于她身上有种区别于世俗审美的淡薄和疏离感 迷离跟传统审美比起来不够精致 但是她一拍时尚感十足的映照就很有感觉 眼睛上显得更高级形态显得神秘而迷人 杜鹃的眼中她的嘴角总能流露出多一份的欲说还修 这风情可以一闪而过的凛冽 这种迷离的魅力足以让你沉迷 刘文笑起来明亮又有亲和力 不笑时自然营造一种强大的气场 而她的高级感就是由强大气场带来的 是典型的拿出来感觉都不是很出众 但是凑在一起就很惊艳 张子怡领角分明 每个线条都自带倔强的能感 给人脱离成俗的高级感 尤其上镜的时候 立刻呈现出一个更为理想化 渴望而不可及的美人形象 拱立连小臂立家的典型 清纯大气的面容精致完美 相当有气质 气场却十分强大 精致的五官更是堪称完美 舒淇其实她不是那种看第一眼就能记住的类型 但是脸型有骨感魅力 而且尝着有自己的特点的 也是符合东方女子面旁的类型吧 最近春歌里与春在时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和她的高级脸帕也是分不开的 虽然长相不算惊艳 但是脸型让她多了几分帅气 很有国际发 什么改拍造型都可以驾驭的了 在网红脸审美疲劳的时候 谢谢大家